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所以我们复习一下sin 30度是多少 嗯 没错 是1 2分之1 我们试着用计算机打入30sin 诶 奇怪 怎么不是1 2分之1 为什么会这样呢 同学不用担心 不是计算机坏了 慢慢听老师解释就懂了 我们可以利用计算机来做角度的单位换算 计算机常用的有两种模式 D1G模式代表角度以度为单位 而RAD模式代表角度以近为单位 不同的计算机可能有不同的单位转换方式 以图片中所用计算机而言 利用按MODE 4转换为D1G模式 和MODE 5转换为RAD模式 不同的计算机可能会有不同的按法 关于角度的单位转换 因此同学可以参考自己的计算机说明书 例如我们想求45度是几近 可在D1G模式下 依需按下4 5 Shift Mode 5 可得0.785398163 表示45度约等于0.785398163近 至于用计算机怎样运算3分之π近是几度呢 可在RAD模式下 依需按Shift π除以3等于Shift Mode 4 可得60 表示3分之π近等于60度 所以为何前面按计算机 求上一值会不如预期 同学们懂了吗 例题 将实境转换成度数 四折五入至小数点后第二位 解答 在RAD模式下 依需按1 0 Shift Mode 4 可得572.95779513度 约等于572.96度 即实境约等于572.96度 练习一将100度转换成镜 四折五入至小数点后第二位 解答 解答 在DG模式下 依需按下100 Shift Mode 可得1.745329252 即100度约等于1.75近 学会了计算机角度的单位转换 我们计算三角比10的按法 就跟之前高一学过的一样 举例来说 要计算Tang3 只要确定在RAD模式下 依需按3 Tang 可得-0.14254654307 表示Tang3约等于-0.14254654307 这样懂了吗? 我们来练习下面的例题 例题二 利用计算机计算cos3 与cos177度的值 四手五入至小数点后第二位 并比较其大小 利用计算机在RAD模式下 依需按3cos 可得-0.989992496 表示cos3约等于-0.989992496 约等于-0.99 在第一G模式下 依需按177 cos 可得-0.998629534 表示cos177度 约等于-0.998629534 约等于-1 得cos3大于cos177度 练习二 利用计算机计算s2 与s2 两度的值 四者五入至小数点后第二位 并比较其大小 练习二维达 解答 利用计算机 在RAD模式下 依需按2 sine 可得-0.90929742682 表示sine2 约等于-0.90929742682 约等于-0.91 在第一G模式下 依需按2 sine 可得-0.0348994967 表示sine2 约等于-0.0348994967 约等于-0.03 得sine2 大于-sine2 以板单元所用计算机而言 利用按Mode-4 转换为DG模式 按Mode-5 转换为RAD模式 同学在使用时要多加注意 如此一来 同学只要拿计算机多练习 就可以学会使用计算机 在GIN的模式计算三角笔了 好